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风险认知》 副标题是《如何精准决策》 现代社会处处潜藏着风险 从恐怖袭击、金融危机 到新冠疫情、火山爆发 总会有意料之外的危机发生 很多时候 人们出于恐惧和逃避心理做出应对 反而造成了更糟的结果 比如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 许多美国人都不愿意坐飞机 选择开汽车前往目的地 这导致了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 据统计在911事件后的一年里 大约有1600名美国人 因为规避坐飞机的风险而出车祸丧命 这比911事件里丧生的乘客人数还要高五倍多 而911事件后 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导致数千名士兵和平民的伤亡 消耗了一万多亿美元 有些人认为 由此造成的资金紧张 可能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面对风险 我们要如何做出明智的决策 今天介绍的这本风险认知 探讨的就是这个话题 本书作者格尔德·吉仁泽出生在德国 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和风险研究专家 他在世界各国讲授课程 教人们正确的认知风险 听他讲课的人包括杰出的医生 银行家 企业家和政治家 吉仁泽认为要做出好的决策 需要学习统计学知识 去客观认识风险 我们还要学会用简单的经验法则 去解决复杂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在本书中 吉仁泽详细介绍了风险的不同类型 对风险概率的常见误解 以及面对不同风险要采取的策略 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很多好评 出版者周刊称赞 所有不懂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人 都可以从本书学到东西 下面我会通过两个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风险有哪些种类 第二 我们要怎么正确应对风险 先说第一部分 风险有哪些种类 作者把风险分为两类 一类叫已知风险 另一类叫未知风险 已知风险是说 我们可以根据现有因素 计算出风险发生的具体概率 通常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天气预报时 预报员可能会说 明天的降水概率是30% 这就是调查湿度温度大气等情况 精确计算后得出的下雨概率 又比如说 一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只要病毒没发生变异 那么他的死亡风险有多高 同样可以根据以前的病例 给出一个准确的百分比 未知风险则相反 我们只知道这件事有可能发生 但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无法算出具体的概率 不少科学家都曾预测过 在国家之间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的现代社会 可能会爆发全球性的传染病 但没人能精确算出来 今年或明年爆发的概率 是百分之多少 就像新冠肺炎的流行 完全是一个意料之外的 黑天鹅事件 又比如一家公司 虽然现在业绩很好 但未来可能会被新进企业 抢走市场 也可能因为行业政策的变化 导致产品失去竞争力 业绩暴跌 可是没人能算出 这些风险的概率有多大 这都属于未知风险 风险会使人不安和恐惧 所以人们在心理上 都厌恶风险 追求确定性 有时这会让我们 无法客观地看待风险 扭曲对现实的认知 做出错误的决策 书里介绍了厌恶风险 造成的三种不良后果 第一种不良后果叫 零风险错觉 这是说 人们把一些已知风险 误认为是确定的事 以为它一定会发生 或不会发生 尤其当已知风险的概率 比较小时 更容易出现零风险错觉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看病做检查 会用到很多高科技手段 比如咽血 基因检测 CT扫描等等 在很多人心中 这些手段得出的结果 一定是对的 然而 这并非事实 不论是艾滋病检测 癌症筛查 还是DNA对比 都有可能会出错 如果有人陷入零风险错觉 轻易把检测结果 当成事实 就可能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就拿艾滋病检测来说吧 在美国 艾滋病检测是很普遍的事 血库会检验捐血者 军队会检查新兵 夫妻结婚或怀孕时 也会做艾滋病检测 在很多民众的认知里 艾滋病检测 就是一个百分百准确的事 但作者指出 即便是精确度最高的 艾滋病检测方式 也存在出错的可能 假如一个人的检查结果 是阳性 那么他真正得艾滋病的概率 是百分之九十六 虽然很高 但并不是百分之百 如果是精确度 没那么高的快速检测 误诊可能就更大了 在严格的医学流程中 一般要做三次艾滋病检测 如果结果都是阳性 才能确诊 如果检测者的生活方式 并不容易感染艾滋病 那么他在一次检测阳性后 应该去别的医院 再做检测 来进一步确定 但很少有人 把这些指使告诉检测者 而且医疗顾问和政府机构 还会夸大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 卫生部的网站上 就写着 艾滋病检查结果为阳性 表明你的血液中 含有艾滋病病毒抗体 也就是说 你感染了艾滋病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会给检测者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很多被误诊阳性的人 都毫不怀疑自己确实得了艾滋病 这会带来极大的压力 有的人因此失去了工作 家庭和朋友 有的人选择了自杀 还有的人甚至自暴自弃 与其他艾滋病患者发生性关系 如果他们对艾滋病检测的风险 有正确的认识 就可以避免这些后果 厌恶风险造成的第二种不良后果 叫火机错觉 这是说 把未知风险错当成已知风险 以为自己可以准确预测未来 火机错觉来自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火机很担心屠夫会杀了自己 但他发现屠夫很和善 每天都来鸡舍喂自己食物 就这样过了一百天 火机按照过去的经验 得出一个结论 既然屠夫已经喂了我这么长时间 以后他自然也会继续喂下去 可火机不知道的是 第二天就是感恩节 当天屠夫就拿着菜刀进入了鸡舍 火机的问题在于 他以为未来是可以按照过去经验推测的 但现实里充满了我们无法掌握的不确定因素 按过去经验预测未来 很可能是克舟求见 一场空 在金融领域 就有许多火机错觉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评估 主要是通过数学模型来计算 而这些模型采用的数据 都是过往的历史数据 按照这个模型的计算 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并不大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也宣称 我们的金融机构强大而高效 非常灵活 但没过几个月 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爆发 大量的房地产公司和金融机构倒闭破产 甚至演变成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高盛集团的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尔表示 这场危机完全超出了公司风险模型的预测范围 作者认为 金融公司评估风险的理念本身就有问题 他们以为靠过去的数据来预测 就能消除一切未知风险 这种想法违背了现实 现实世界一直在发展变化 充满了不确定性 随时都有新事物 新情况出现 如果只关注过去的数据 就会脱离实际 无法灵活应对当下的问题 很多专家在预测未来时 也喜欢根据过去经验做推测 得出的结论往往被现实打脸 在电话诞生的早期 有些英国专家认为 电话对英国人没什么用 因为英国有足够多的邮差送信 火车刚问事时 一位研究蒸汽机的伦敦大学教授表示 高速火车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乘客会窒息而死 事后来看 这些观点都非常荒谬 拿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 可能面临的风险 也并不靠谱 厌恶风险造成的第三种不良后果 叫防御性决策 这是说 因为担心风险带来的责任 人们不会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 而是选不那么好 但方便自保的替代方案 作者有个朋友 在非盈利性的磁产机构工作 因为磁产机构的资金来自社会捐助 为了证明捐款得到合理使用 这家机构需要找会计事务所做财务审计 磁产机构有两种选择 一是找当地的一家小事务所 价格便宜 会派出经验丰富 业务水平高的会计师来服务 二是找一家名气大的国际事务所 收费很贵 但派来的是经验相对缺乏的年轻会计师 看起来最有选择是找小事务所 但磁产机构最终选择了大事务所 原因在于如果捐助者发现做审计的是 没听过的小事务所 他们就会产生怀疑 觉得里面是不是有内幕交易 但如果是知名的大事务所 捐助者就会觉得很安心 为了避免自己被指责 磁产机构就把捐助者的钱 浪费在了没必要的高额审计费用上 防御性决策在医疗领域尤其常见 美国是一个律师众多的国家 人均律师数仅次于以色列 排名世界第二 在美国找律师打官司也很常见 这种社会风气带来的结果 是很多美国医生 会让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或治疗 如果不这样做 医生担心患者会控告他们忽视病情 或没有采取更好的治疗方案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调查显示 高达93%的医生 为了避免诉讼的风险 曾采取过防御性医疗行为 有些医生不管患者是否需要 都会要求患者做高清晰度的CT检查 但不必要的CT检查不仅浪费钱 其辐射剂量更是X射线检查的100倍甚至更多 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辐射伤害 他们的细胞正在快速分裂 DNA更容易被破坏 可能会诱发癌症 还有的医生会要求患者做侵入性检查 比如活体穿刺 肠胃静透视等等 这些检查会让人很不舒服 甚至很痛苦 对有的病人也并非必要 但在医生看来 万一病人因为没做这些检查被误诊 自己就要上法庭赔钱 所以不管有没有必要 都让病人去检查一遍 对医生来说有利无害 患者却是又花钱又受罪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风险可以分为 可以计算概率的已知风险 和无法计算概率的未知风险 对风险的厌恶和对确定性的追求 可能会带来零风险错觉 火机错觉和防御性决策 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那我们要怎么正确应对风险呢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应该怎么做 我把书中介绍的方法总结成三个要点 第一是要进行充分调查 了解一件事会面临哪些风险 并判断这些风险属于什么类型 作者以乳腺癌筛查为例 在美国 很多医疗机构和媒体 都鼓励女性做乳腺癌的X射线筛查 很多女性也因此认为 乳腺癌筛查很有必要 每年都去做检查 但很多人不知道 乳腺癌筛查本身也是存在风险的 比如它可能会导致误诊 让患者不得不进一步接受活体检查 来确认结果 即便确认是误诊 这个过程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压力 许多人都出现了睡眠障碍 影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 乳腺癌筛查的另一大风险 是可能带来必大于利的防御性医疗 癌症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会在体内扩散 需要及时治疗的生长性癌症 另一种是生长极其缓慢 可能直到患者死去 都没临床表现的非生长性癌症 大多数筛查手段都没法区分这两种癌症 很多医生出于逃避责任的心理 都会建议患者进行治疗 于是那些得了非生长性乳腺癌的女性 会被迫进行毫无必要的乳腺切除手术 化疗等治疗 这会导致脱发 贫血 过早绝经 以及心脏受损等一系列问题 乳腺癌筛查的风险还不止这些 有些女性可能因为X射线引发癌症 还有很多女性表示 做乳腺检查时 乳房会因挤捏产生疼痛感 而这些信息我们很少能接触到 作者并不反对做乳腺癌筛查 他认为做不做筛查是女性自己的选择 但女性不该被片面的信息误导 要搞清楚自己会面临哪些风险 权衡利弊后再做出选择 应对风险的第二点 是要正确理解概率 只知道具体的百分比概率 还不足以让我们做出正确决策 书中把已知风险的概率进一步分为两种 分别是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 绝对风险是说 这件事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 相对风险是说 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增加或减少了多少 而不是事情本身的概率 我们需要关注绝对风险 而不是相对风险 多年来 英国人对口服避孕药一直有很强的恐惧心理 因为每隔几年就有媒体报道 口服避孕药可能会在肺部形成血栓 威胁女性的生命安全 最有名的一次报告是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发出的 说第三代口服避孕药让女性得上血栓的风险增加了百分之百 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惊人 全英国的女性都开始忧心忡忡 一些女性为此停服避孕药 结果导致意外怀孕和堕胎率激增 英国国民医保体系在堕胎方面的支出增加了400到600万英镑 制药公司的股票也一路下跌 但这里的百分之一百是相对之前的风险来说的 真实的风险到底是多少 其实非常低 一系列研究表明 服用第二代避孕药的女性患上血栓的绝对风险是七千分之一 如果是服用第三代避孕药 绝对风险会变成三千五百分之一 从相对风险看 确实是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但绝对风险依然非常低 如果药物委员会告诉大家 三代避孕药导致血栓的风险是三千五百分之一 那根本不会有人在意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做决策时 不要被增长或降低了百分之多少的相对风险迷惑 应该关注这件事的绝对风险是多少 这才是最关键的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绝对风险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表达形式 一般说到风险概率 人们都习惯用百分比来描述 比较简单直观 但对于这个百分比指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人们会有不同的解释 容易造成误解 举个例子 从1965年美国开始播报降水概率以来 美国大众对于降水概率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直是众说纷纭 当天气预报说 明天降水概率是30% 有的人理解称 明天有30%的时间会下雨 有的人则认为 明天30%的地区会下雨 还有的人则说 这意味着有三个气象专家认为会下雨 七个气象专家认为不会下雨 而这句话真实的意思是 十个发布这种预报的日子里 有三天会下雨 对百分比概率的理解偏差 在医疗领域也很常见 作者有个朋友是精神科医生 经常给轻度抑郁症患者 开抗抑郁类药物 他会告诉患者 如果你服用这种药 会有30%到50%的概率 出现性生活方面的问题 很多患者听完就很紧张 不愿意服药 这个医生后来才搞清楚 患者会把这个概率理解成 吃了这个药以后 我会有30%的性生活出现问题 而他的实际意思应该是 服用此药的患者中 有30%到50%的人 会出现性生活方面的问题 这是因为百分比的表述 缺乏具体场景 人们会搞不清概率 针对的现象到底是什么 好在并不是只有百分比 能表达概率 作者建议我们 用具体事件的发生频率 来表达概率 医生可以这样告诉患者 服用这种药物的10个人里 会有3到5个人 在性生活方面出现问题 这么一说 患者就明白 副作用的概率指的是人 而不是专门针对自己的性生活 一些一开始被吓到的患者 就愿意服药了 他们会乐观地相信 自己不会是遇到 副作用的少数人 医生的这种说法 就是用频率来描述概率 用具体事件的发生次数 取代了抽象的百分比 明确了概率所指的对象 这能帮我们更准确地理解 概率的含义 避免因为理解偏差 而做出错误决策 应对风险的第三点 是面对无法计算概率的未知风险 我们可以简化思考过程 根据经验法则做决策 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从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简洁原则 它可能是我们根据自己经历总结的 也可能是某个领域里长期流传的经验 经验法则不会考虑很多因素 而是根据少数关键因素来估计概率 快速做出决定 2009年1月 一架从纽约起飞的飞机 在约850米的空中与一群黑焰相撞 导致两个引擎都停止运转 机长切斯利·萨文伯格 需要马上做出决定 是让飞机坚持飞回纽约的机场 还是立刻迫降到附近的哈德森河上 纽约机场距离更远 可能飞不到 而迫降的伤亡风险很大 人们可能以为机长是在分析了引擎状况 测量了飞行速度 风速 高度等数据 综合计算后做出的决定 但当时根本没那么多时间 没法判断引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后面还会遇到哪些状况 而且低高度引擎全部故障的情况极其罕见 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 机长萨伦伯格做决定时 依据的是一条简单的经验法则 就是说在飞行的过程中 如果某个着陆点是无法到达的 它在飞机挡风玻璃上的位置就会越来越高 反之 如果某个着陆点是可以到达的 它在挡风玻璃上的位置就会不断下降 在观察了纽约机场的位置变化后 它决定迫降哈德森河 最终飞机迫降成功 所有人都平安获救 事后调查组对飞机引擎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当时的高度下 这架飞机基本不可能飞回机场 有很大可能半路坠毁 经验法则在商业领域也应用广泛 作者认为如今的市场千变万化 充满了不确定的未知风险 企业管理者的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 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 对多个不同领域做出决策 光靠数据分析做决策 要研究大量信息 不仅速度慢 也可能忽视了未知风险 导致决策失误 而高层管理者有着长期的工作经验 见多识广阅历丰富 他们使用的经验法则 经过了实践的充分检验 有更高的可靠性 能帮他们快速做出决定 许多卓越的引导者 会整理自己的经验法则 把他们分门别类 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要用哪条法则做决策 书里举了雷斯泰塔的例子 他是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的董事长 他选择人才上的法则 是诚实第一 如果一个人不可信 能力再好也不能用 而在企业文化上 他会推崇鼓励冒险 赋予员工决策权 在评估商业计划时 他的法则是 既要评估计划本身 也要评估制定计划的人 是否可信 这些经验法则都帮他更高效的管理公司 即便是在讲究数据分析的金融投资领域 经验法则有时候也会比复杂的数学模型 更能应对未知风险 经济学家哈里马克维茨经过多年的研究 提出了一个叫均值方差组合的数学模型 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模型会分析过往的股票走势 通过复杂的计算将资金进行分配 保证收益最大化 风险最小化 很多银行的理财产品 都用了这套数学模型 但哈里自己退休后做投资 并没有采用这个模型 而是用了一个众人皆知的经验法则 把钱平均分成多份 分别买入不同股票 他在采访里表示 如果某只股票上涨 而自己没有买入 会觉得很后悔 为了避免后悔 还是平均分配都买一些比较安心 那么平均分配法和均值方差模型相比 谁的收益高呢 一项研究对比了他们投资 七种股票组合的成绩 结果显示 在六种组合里 平均分配法都取得了更好的收益 这并不是说均值方差模型完全不靠谱 因为这个模型的准确度 依赖对过往股票数据的分析 过往数据越多 模型的结果就越精确 假设我买入50只股票 根据模型的数据需要 我得要提供这些股票500年的走势 它的投资结果才能优于平均分配法 但问题是根本没那么多年的股票数据可供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 平均分配法虽然更有效 但普通人这样炒股也未必挣钱 因为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细节 比如我是把钱分成十份还是二十份 在这么多股票里 我要怎么挑选投资对象 这些问题普通人很难回答 能靠平均分配法赚钱的一般是金融从业者 普通人想稳健投资 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把80%的收入用作日常开交 剩下20%拿来投资 并把这些钱平均分成三份 分别投入到房地产债券和股市 投债券和股市里的钱 可以购买业绩稳定 口碑好的老牌基金 这些基金的管理者会根据市场状况 投资多支债券和股票 帮投资者进一步分散风险 这种多样化的投资方式 也是平均分配原则的一种体现 也许挣不了大钱 但能避免较大的亏损 长期持有能获得稳定的收益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应对风险有三个要点 第一点是充分调查 了解一件事会面临哪些风险 并判断这些风险属于什么类型 第二点是正确理解概率 我们要关注绝对风险 而不是相对风险 并用概率来理解绝对风险 第三点是在面对未知风险时 我们可以简化思考过程 根据经验法则做决策 说到这里 风险认知这本书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作者认为 风险是生活中必然存在的部分 恐惧和逃避风险 只会引发更多问题 让生活更糟糕 我们需要学习统计学知识 拥有独立思考的勇气 这能帮我们更好的认知风险 减少焦虑 拥有更幸福的生活 好 风险认知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